你们现在这种状况 双方家人知道吗 大概了解一些 什么意见呢 我妈妈其实还好 而且我就难得 在经济方面 应该掌握一个 主动的主动权 就赚钱这一块 我更多一点 她是努力赚钱 但婚后家务事 我也说过 我会努力去做 去学 但是有一天 她妈妈就突然 来到我们家里 那几天我就工作 很辛苦嘛 很累 没有来得及收拾 家里就很乱 但老人家一来到 看见就特别地不开心 就把我拉着 说这样你该做 那样你该做 但是她在旁边 就这样看着 都不会上来帮我一下 我觉得做家务事的事情 她本身平时就很擅长 她几分钟就可以 做完的事情 她就让我去做 而且那个时候 我也在忙 如果我们两个人 一起承担这些东西 不是更好吗 差不多委屈说完了 我问点问题行吗 可以 现在家里面 谁的收入高 我的收入高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家里都觉得 我们俩工作也稳定了吧 也结了婚了 就该到了要孩子的年纪 但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解决 我想先让她知道 怎么来爱我 怎么来承担一个家里 再确定要孩子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你知道她不知道 怎么爱你是还是不是 她爱她自己 爱音乐 她不爱你 对 其实你嫁给她 是因为你真的喜欢她 对吧 对 我也喜欢她 不是 你为什么娶人的呀 也是因为喜欢她呀 没发现你有啥喜欢她的 天天给人往家里一扔 喜欢啥呀 因为我搞音乐的时间 确实也是很多 对 那你不该结婚呢 但是我们有情感基础 她现在受不了了 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让她知道一点 就至少得维护我一下 很多时候 怎么维护吗 就想一下我的感受 至少有人说我不好的时候 他会说那是我妻子 你不能说 这个事最严重的是什么后果 有后果吗 肯定会有后果呀 比如说 我觉得没有后果 你当然了 你就是因为觉得没有后果 所以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啊 人家感受不到爱啊 人家感受都是委屈啊 你跟我说有什么后果吗 后果 离开她呗 离开她是啥意思 就先给她一段时间 让她知道她自己的问题所在 你怕不怕 你给她一段时间以后 她就真的那个了 但我也怕她 后面一辈子都这样对我呀 你在结婚之前 那些问题 你都没考虑过吗 结婚之前 我以为她结婚后会改变呢 所以就像很多男人或者女人 认为我们的情感 只要结了婚都解决了 其实恰恰发现 结婚之后问题更大 是吧 是的 这些问题不解决 孩子是断断不会要的吧 对 我们政治青春 我觉得结了婚之后 生孩子是一个必经之路 也是为了完成我们家里的 家里面的一切 那她要现在就这么咬死不生呢 有后果吗 有后果 后果就是分开嘛 对 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 这个女人是什么呢 干家务的 小片里你说的吧 服侍你的 给你生娃的嘛 还有给你带娃的嘛 就是你主外她主内嘛 是不是意思 对 她必须得按照这个模型来 你们这婚姻才有得救嘛 对 她不按这个模型来 你们婚姻就完蛋嘛 是 我觉得深海是很重要 深海这个手术 所以你何必遮遮掩掩掩呢 就逐渐再醒悟 是有点觉醒的意思吧 你先来道理干嘛 不想这样 不想哪样 我不想她用一个魔法 来刻画我的生活 那你就只能跑吗 我可以付出呀 我可以一直付出 咋付出啊 我可以为她生孩子呀 但至少你得对我好啊 有的时候生活 我们会在生活里叹息 叹息自己的无力和无奈 因为女生就是一个想法 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不管你爱不爱我 你喜不喜欢我 我总觉得我会用我的方式 来温暖你 还是那句话嘛 你可以温暖一块石头一石嘛 当它离开你温暖手心的时候 它马上就凉了嘛 换而言之 你误暖一块石头嘛 当然可能先生不太同意我的说法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人怎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啊 一般情况下 我不能干家务 得你多干一点 我会有一点内疚吧 没时间陪你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心虚吧 希望你和我一起 生于后代的时候 我会对你表达一些 我的感动吧 都没有 姑娘 你知道一个自私的人 被人爱上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样吗 自私过 对 它会更自私 第二个 在你的想法里面 你觉得爱是可以 我付出多少 我就应该收获多少 但是 爱其实不因为你的付出而改变 你付出之后 它产生的不是爱 它产生是什么 是感动 所以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报答 会变成需求 它连报答都没有 它对你只有需求 第三点 在生活里面 付出的人和获得的人 往往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付出的人会一直付出 获得的人会一直获得 但你会想 我一直在付出 什么时候你可以付出一下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没这个技能 他也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你会一直付出 不会有结果 你从站上来第一刻起 大家都看出来 你没有离开能力 你是撞入鱼网里面的 一尾鱼 越挣扎 那往收的越紧 你离不开嘛 你离不开说什么呀 它看死你了 你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叫执迷 当你去爱上一个 明明不爱你的人 当你不断地付出 到最后换来的 只有别人对你的需求 甚至连暴打都没有的时候 你却没有离开的能力 你只有口头威胁一下的能力 所以今天你站在这里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 我要不要给这个人 生孩子的问题 你需要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我的尊严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说让你立刻分手 但至少你得保有 转身离开能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主持人